嗨,这里是TekTek的科技说 你的科技变迁 我是主编Herry 那今天呢我要来分享 作为MacBook Pro的一个用户 我是怎么去挑选我的外界萤幕了 那主要的维度呢 会从尺寸、解析度以及刷新率 去跟大家分享 那我现在来说一下 我的使用配置 现在是两颗G家的M32U 32寸、4K、144刷新Hz的一个萤幕 好,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的配置呢? 这样两颗萤幕其实 相对于苹果官方的Pro Display 价格相对是很亲民的 而且它有高刷新率 你如果有预算上到苹果 它的显色效果就是相当的好 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取向 那所以主要就是预算 以及整个刷新率的取向 为什么我不选择2K到3K解析度呢? 那主要是因为苹果预设在4K 它才会开启High DPI的这个解析度 然后你才能去Scale 去让你的文字变得更大更漂亮 除非你是1080P 那它本身就可以去做Scale 那不然在2K跟3K的解析度 其实在原本它就会有限天这个限制 那你就需要用Switch REST 或者是像Better Display 第三方工具呢 去帮助你2K或3K萤幕 可以上到相对4K的细腻度 所以对我来说我的解决方案就是我直接上到4K 那4K基本上现在也是大多数MacBook的用户的标配 使用4K其实它的价格也相对亲密 然后也可以拥有比较高的刷新率 然后也不用去做那么多外挂额外的设定 那为什么我不选择相对主流的配置 24寸或28寸的萤幕呢? 其实24寸或28寸萤幕 你如果上到4K其实它CP值不高 因为4K这样的萤幕在桌身相对浅的距离 其实它肉眼看不出太多的差距跟结果 所以索性在4K直接放到32寸 然后桌身大概在70到80公分 甚至90公分这样的距离 它就会是比较好的观看体验 27 28寸的萤幕呢 你桌身大概有60公分就会是比较好的体验 然后你可以直接上1080P就可以了 那相对的也CP值比较高 所以总结来说呢 如果对MacBook Pro的用户 你已经有一定的预算 我建议可以直接上32寸4K的萤幕 那一来你不用去改High DPI这样的设定 你也不用装外挂 那二来你有更好的刷新率 你也可以上到4K 那价格相对也亲民 这就是我的推荐跟使用指南 好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收看科技说的最新影片 我是TekTek的科技说的Henry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